主料,土豆300克,猪肉丝100克,青椒20克,辅量,油,盐,盐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土豆洗净削皮,先切成片状,然后切成细丝,青椒决定洗净备用,将青椒切成比土豆丝宽点的条状,将去皮切成小段备用,锅里热油至八成熟,先把酱爆出香气, 再把青椒放入锅中大火翻炒几下,放入土豆丝,一起翻炒,加入适用盐条味,之前炒好的肉丝从冰箱里拿出来,把肉丝放到锅里一起翻炒片刻出锅,烹饪技巧 土豆丝在切好后可以用精锤浸泡着,这样淀粉会被泡出来一些,一定都要用大火爆炒,这样才会让土豆和青椒都爆得十分爽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